我国驾驶执照有效期最多只能更新五年 交通部这计划延长更新期限 是的 交通部长陆兆福今天在国会下议院 为国家元首施政遇词辩论进行部门总结时就透露 已经指示部门的职员研究更新驾照有效期 从五年延长至十年的可行性 而如果一次过更新十年还能享有折扣 此外 陆兆福也表明 政府现阶段无意调低路税的费用 但会研究重整路税的收费架构 他说 路税每年为国家经济贡献大约三十亿令吉的税收 如果贸然下调收费 可能会对国家税收和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针对议员询问 驾驶学院是否可以向考生征收额外的收费 陆兆福说 驾驶学院如果有任何附加收费 必须先向有关的考生说明 包括了每一项附加收费的金额和用途 必须在征求他们同意之后才能够收费 感谢观看